台湾洗腎人口众多 日前举办了第二届全球华人肾脏病学术大会 聚集来自两岸三地的专家 针对慢性肾脏病进行学术研讨 台湾肾脏病医学会理事长卢国成提到 透析病人容易罹患刺发性负甲状腺机能抗净 并导致血管钙化 甚至造成死亡不可不慎 在台湾透析的病人事实上 占人口比例也相当高 华人肾脏医学会这个全球性的这个活动 也就是说集合全球的华人的肾脏科医生 然后来做彼此的学习交流 在慢性肾脏病进入末期的时候 大概将近百分之九十的末期肾脏病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护甲状腺抗净 而护甲状腺抗净事实上 对病人的长期愈后也不是一件好事 最主要就是说当我护甲状腺增加 那它可能造成骨质的流失 造成血管的钙化 那造成病人心血管并发症 情形会变得更严重 慢性肾脏病患者因为肾功能低落 容易罹患刺发性负甲状腺机能抗净 造成骨质疏松 血管钙化等问题 血管钙化让血管失去弹性 亦导致心血管问题 这也是导致不少透析患者 死亡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知道尤其在慢性肾脏病的末期 或者已经透析了病人 那这些病人的心血管的严重度呢 甚至它产生的并发症 可能是一般同年龄的 将近10倍到100倍以上 那长期存活事实上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肾脏病的特色 它又容易有不甲状腺的抗净 所以说适当的治疗 不管从饮食药物 那选择恰当的药物 那对病人会有很大的帮助 以往医师使用维生素D3 治疗负甲状腺机能抗净 但却无法改善血管钙化的问题 美国2003年正式批准使用的拟钙剂 除了能有效改善 腹甲状腺机能抗净的问题 也能解决血管钙化的情形 那当活性维他命D 可以有效的抑制腹甲状腺 但是同时 它会增加肠胃道吸收钙跟磷 那钙磷的吸收增加 又会加重血管的钙化 那所以说腹甲状腺被我治疗好了 可是我付出的代价 就是我血管钙化 心脏血管的功能可能会更恶化 所以说从2003年上市的 整个所谓拧钙剂 那它可以专一性的 作用在腹甲状腺上 有效的抑制腹甲状腺的合成跟分泌 所以腹甲状腺抗净这一部分 就可以比较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另外一方面呢 拧钙剂呢 它也可以作用在我们的骨头 刺激我们的肇骨细胞 那当我们在肇骨的过程 血液的钙磷就会回到骨头 最重要就是饮食上面 那饮食上面我们怎么去避开 或适量或减少含铃膏的食物 所以后续我们肾脏医学会 除了我们传统大家知道的 含铃膏的食物以外 我们现在希望把一些 食物加工食品这些含铃膏 大家比较老百姓比较不知道的 我们会在大力的宣传 让大家更了解这个铃膏的食物有哪些 那这样后续我们肾脏病的病人的话 在照顾上面 或在饮食上面控制会更加的注意 也会更加的好 医师指出 铃膏添加在食品中作为防腐剂 负甲状腺机能抗净患者 要注意铃的摄取量 除了不要吃加工食品外 汤也应该要少喝 并可多补充营养性维生素D 杜绝造成负甲状腺机能抗净的元凶